大家好,我是全书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十二届天下第一武道会 这届武道会开始变成三年举办一次 其中最大的看点应该就是 贺仙刘与贵仙刘的对决了 贺仙人因为得知上一届贵仙人的弟子表现不错 所以今年也带了自己的徒弟天津范和饺子前来参加 顺带一提他跟贵仙人是同门师兄弟 预赛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不错 雅木茬因为在贵仙人那修炼了三年 所以实力增强不少 天津范这边也是瞬间达到对手 并且只有悟空他们看清了动作 一瞬间出了四个手刀两下脚踢 而悟空遇到了一个武术高手加帕王 虽然只是为了衬托悟空的强大 不过作者还给加帕王设计了一招八手拳 其实只是速度快而已 后面肯定是悟空获胜 动画里还加入了天津范 在预赛的时候把男武打晕的情节 以此来加深双方的火药位 八强名单很快就出来了 在蓝棋的帮助下 布马他们也在特等级准备好看比赛 预赛抽签的时候 克林还和饺子互相吐槽法量 最后以饺子有一根头发获胜 这次的抽签因为饺子超能力的关系 其实都是按照天津范的意愿定好的 天津范对雅木茬 成龙碰上了对自己充满敌意的人狼 克林对上饺子 悟空对战巴布特 第一场比赛天津范和雅木茬 一开始双方还是不相上下的 雅木茬终于没有太让人失望 然后他使出了新狼牙风风拳 感觉就是攻势变得更加伶俐 这次他与天津范都受了轻伤 然后他全身筋肉绷紧 完美的扛住了攻击 之后换天津范将雅木茬击倒在地 而站起来的雅木茬使出了自学的龟派气功 这咋谁都会啊 不过被天津范弹了回去还误伤观众 之后天津范从空中将雅木茬击落 在雅木茬倒地晕了之后 天津范故意将雅木茬的腿打折了 雅木茬被送往医院 悟空开始有点生气 动画是第二天才开始比赛 晚上加入龟线人与赫线人 吵架的画面丰富情节 接着第二场比赛是人狼对阵成龙 人狼对成龙一直充满着敌意 甚至不惜破坏规则用武器 也要达到成龙 原来是因为三年前成龙破坏了月亮 所以人狼没有办法在满月的时候 从狼变成人 接着成龙用握手 站好 剪骨头 让人狼跳出场外出局 然后他用点头杀定住人狼 让他把克林的头想象成满月 于是人狼就变回了人类 这出闹剧就结束了 紧接着第三场比赛克林对阵饺子 这里开始引入赫仙流的悟空术 就是能够自由地飞行于空中 然后饺子在空中用出了动动波 不会飞的克林只能在下面逃窜 悟空惊讶发现 这跟被他干掉的淘白白绝招一样 天津犯十分震惊并告知了赫仙人 赫仙人命令饺子干掉克林 此时克林准备用还没学过的龟派气功打败饺子 在饺子发射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动动波之后 克林跳到了他的身后 用龟派气功打中饺子 不过因为龟派气功是钢穴 所以饺子用悟空术又回到了场内 他摘下帽子用头锤攻击克林 这个头还真的是无比坚硬 不过还是被克林徒手接下 准备反击的时候饺子用超能力 使得克林无法攻击 不过克林发现饺子的超能力需要用双手使出 于是克林出了一道数学题 趁着饺子用手指算数的时候 超能力解除了饺子被踢到场外 此处可以明显对比出 龟仙人与赫仙人教导徒弟的不同 动画里教了一段 贺仙人深夜偷袭悟空的剧情 他要替弟弟淘拜拜报仇 中途被天津犯阻止 因为他想要在擂台上祭拜悟空 贺仙人也同意了 接着第四场比赛开始 又是一段动画原创剧情 悟空的对手巴布特是功夫明星 所以他的经纪人 看到悟空的强大实力之后 想将悟空带走让他参加不了比赛 不过最后被篮奇追了回来 比赛在悟空一瞬间出了三下手机之后结束 接下来半决赛第一场 成龙对战天津犯 这也是改变天津犯的一场比赛 双方你来我往交替攻击 归线用多重残影拳困住天津犯 不过三只眼的天津犯还是找出了真身 他好像是三木星人的后裔 接着成龙也脱下了衣服认真战斗 双方直接放弃防守的猛攻对方 石偶又是纯力量与力量的博弈 终于天津犯使出了太阳拳 效果等同于闪光弹 趁着成龙睁不开眼睛的时候 一脚将他踢倒 十秒倒数前成龙又站了起来 而悟空从克林口中得知 墨镜能防闪光这一考试重点 场上成龙开始宣说天津犯改邪归正 其实天津犯已经开始动摇了 成龙继续宣说天津犯 而贺仙人突然明白了 成龙就是贵仙人并告知了天津犯 然后天津犯使出了龙珠土特产龟派气功 为了保护后面的观众 贵仙人应接下这一招 之后贵仙人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他直接跳出场外认输 因为他觉得年轻人的时代来临了 悟空和克林他们也成长了不少 似乎不用他再担心的就走了 天津犯非常的不理解以及失落 还要去找贵仙人问个明白 贵仙人说自己是为了端然徒弟 不想让他们太早获得冠军 而天津犯觉得贵仙人是认为 悟空他们打不过自己才放心认输的 贵仙人解释已经是年轻人的时代 天津犯也是其中一个 并说也许自己打下去可能真的会输 天津犯内心已经不是那么坚定了 另一边比赛场上 悟空和克林打得不可开交 同门的精彩对决看得贵仙人很欣慰 天津犯看着他们比赛 脑中一直抵抗着贵仙人的教诲 接着悟空跳到空中 用龟派气功的反作用力 冲向克林给了一拳 又补了一招 克林倒下去又站起来 双方继续激烈的对攻 这一段过招相当精彩毫无尿点 接着克林使出龟派气功 趁着悟空接招的一刹那 闪到悟空的身后抓住他的尾巴 悟空浑身无力倒地 结果趁着倒数的时候 他用尾巴提起克林摔在地上 原来他一直记得 龟洩和爷爷的教诲 拼命锻炼自己的尾巴 只有克林尽全力与悟空一战 终于一拳将悟空打飞 接下来悟空突然消失了 其实是在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然后突然出现在克林面前 给了他八个手刀一个脚踢 将他踢出场外结束比赛 漫画里面悟空直接不休息进入决赛 动画里面是隔天总决赛开始 悟空率先攻击 天津犯从空中发射动动波 悟空从地里跳出来继续攻击 这次他又通过高速移动发动攻击 但是有三只眼睛的天津犯看得很清楚 于是对悟空一阵猛攻 然后将倒下的悟空提起来抛向空中 使出了又一个绝招排球拳 就是把悟空当作排球一样打 不过悟空还是没事一样的站起来 他只是在测试天津犯的实力来确认 自己是不是可以尽力一搏 接着轮到悟空的猛攻 一顿连招之后将天津犯踢到空中 本来想用龟派气功后面放弃了 因为即使用出来也会被躲过 只会浪费自己的体力而已 而天津犯显然打得很开心 接着两个人继续缠斗 悟空使出多重残影拳 结果天津犯也用残影拳躲过 但还是悟空更胜一重 天津犯爬起来继续 他准备使用太阳拳 不过却被悟空接住攻击并揍了一拳 因为他拿走了龟线人的太阳眼镜 而天津犯趁着悟空还眼镜的时候给了一击 他们继续比赛 不过悟空因为被饺子用超能力定住 所以行动不便的一直被打 眼看要掉到场外了 悟空用龟派气功又拨了回来 而龟线人也发现了其中的猫力 天津犯还蒙在鼓里 悟空再一次被定住 并且拳中了天津犯的烈火光带拳 可是悟空还没有被打倒 但是只要饺子的超能力不破 悟空就一直没有办法正常攻击 突然天津犯明白了自己是 靠饺子的帮忙才打倒悟空的 而且饺子还定住了倒下的悟空 天津犯用心电感应让饺子解开超能力 赫仙人让天津犯杀掉悟空为他歪歪报仇 天津犯内心十分的纠结 动画此时通过乌云避日又重获天日来表现 天津犯决定违背师傅 用自己的实力打败悟空 龟线人及时叫停了悟空的攻击 天津犯说自己不想再走错路了 饺子也想看天津犯好好比赛 赫仙人十分生气抓起饺子 此时龟线人一个龟派气功送他出场 悟空也明白自己误会了天津犯 刚才欠下的债 这样两个人的受伤程度一样 之后天津犯使出了四腰拳 后背又长出了两只手臂 所以双拳难敌四手 悟空四只都被抓住了 天津犯用自己的头顶悟空 不过悟空用自己的那根尾巴狂甩天津犯的头跳了出来 然后悟空又有样学样的变出了八只手 其实应该只是快速移动的障眼法 接着和天津犯互给一击 双方都倒下了 悟空跟上次一样吃了腿短的亏 双方又站了起来准备继续比赛 接着悟空踢倒天津犯 抓住他的双脚 天津犯抓住悟空的脖子 但是因为太痛所以四腰拳解除了 最后靠着自身的力量 天津犯把悟空弹出去 比赛终于接近尾声 天津犯准备使出气功炮 这是一个极其消耗自己的终极杀招 使用者有时候可能会自取灭亡 不过天津犯提醒悟空一定要闪开 他自己也不准备用最大功率 于是天津犯升到空中 他集中全身的气力于手中 瞄准了整个比武擂台 一瞬间悟空消失了 跟着一起消失的还有整个比武擂台 其实悟空一瞬间跳到了更高的地方 天津犯也飞了上去 但是因为悟空不会武空数 所以根据比赛规则 悟空会先掉出场外 而悟空此时反向使出了龟派气功 用反作用力给了天津犯一个头锤 两个人一起快速下坠 超敬业主持人立马跟了上去 悟空用最后的力气 使出了超小龟派气功 这样他比天津犯掉的更慢一点 被天津犯获得 克林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悟空 观众们也冲到了现场祝贺他们 天津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他的人生也逐渐迈向了光明 比赛结束之后 天津犯想把一半的奖金给悟空 悟空拒绝反正他不会用钱 天津犯也跟杨摩茶道歉回过 龟津人也邀请天津犯来龟津 金发兰奇大胆说出 自己很中意天津犯 不过天津犯还是拒绝了 接着大家准备一起吃饭 悟空发现自己的行李忘在会场 克林准备帮他去拿 动画里面加了一段 悟空预感克林会出事的桥段 这里刻画得非常的好 在饭桌上悟空预感到 克林会出事 于是赶紧跑去找 结果发现克林和主持人倒地 克林已经弃绝身亡 大家赶到现场都惊呆了 主持人说有个妖怪抢走了龙珠和武道会名单 克林阻止但是被打败了 生气的悟空不听龟津人的劝阻 拿起了布满了龙珠雷达就追了上去 乌龙发现对方留下了一张 带有魔字的纸张 龟仙人震惊了 这是很久之前让世界迁入恐慌的 短敌大魔王一族的徽章 为了方便区分 在他还是大魔王的时候叫他短敌吧 当时年轻的龟仙人和贺仙人也遭受波及 而他们的老师武泰斗老师 一开始也没能打败短敌 贺仙人也是这个时候开始 抛弃正义只追求绝对实力 而武泰斗老师则独自一人 研发出了一个对抗短敌的招式 就是魔风波 再次对战短敌 武泰斗老师一开始就使出了魔风波 将短敌封印在电判堡里 同时自己也失去了生命 另一边悟空终于靠着金斗云 追上了那个妖怪 我是全书 来公号三分一次元找我催更啊 下期短敌大魔王篇见